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许说看今天是8月8日的英文新闻 好,所以8月8日是什么日子呢? 哎,怎么答错了 好,It's Father's Day 好,Happy Father's Day 祝全天下的父亲们都父亲节快乐 好,那其实在台湾的话是8月8日,对不对? 大家知道其实在很多其他的国家 他们的父亲节不是这一天哦 是 on the third Sunday of June,在6月的第三个礼拜天 好,母亲节的话我们就跟很多国家都是一样 是在the second 母亲节是第一还是第二? 完蛋了,我忘记了 好,母亲节 好,我们的母亲节 我真的忘记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礼拜天 好像是第一个吧?还是第二个? the second Sunday of May 好,不管,就是大家知道 第一个礼拜天就是the first Sunday of May 第二个礼拜天就是the second Sunday of May 好,其实最近有点忙到这个 对,脑筋有点短路 已经想不出来母亲节到底是哪一天了 好,那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伦敦的博物馆 a London museum agreed Sunday to return a collection of bending bronze rooted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from what is now Nigeria as cultural institutions throughout Britain come under pressure to repertoire artifacts acquired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对不起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主持是伦敦的博物馆 好,这是你的主持 agree是动词同意 sunday是昨天也看到 有时候那个接系词会省略掉 sunday那个on会省略掉 好,那这个sunday其实可以帮到最后面去的啦 他是同意要做什么事情 agree to 同意要做什么事情 agree这个字后面加的是不定词的突然加动词原型 好,他同意要归还一个收藏品 什么样的收藏品呢 好,benin bronze bronzes 对不起,刚刚是念错了 啊啊,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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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就是 这其实还蛮有名的 刚刚查了一下 这个是那种青铜器 好,手工做的 但是他是用黄铜做 我刚刚看维基的时候我也很不懂 但是好,不求圣洁,没有关系 好,那这个 收藏品是怎么样呢 这是一个过去分词 which were rooted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好,这个root的话就是打劫 好,在19世纪的末期呢 去给人家抢过来的 好,所以呢 这个是过去分词 片语修饰这个 贝宁青铜器 好,从哪里抢夺出来的呢 from what is now Nigeria 好,现在叫做奈及利亚的地方 好,这个what其实很多人就弄不太清楚 这边它其实是一个代名词的用法 好,它就相当于 the thing which is now Nigeria 这是一个形容词子具 这样,你不懂这个部分的话 你去看一下what's用法 好,那后面这里是一个副词词 从s到最后面 所以前面是一个主要子具 啊,他们这间博物馆呢 就归还了这个 从19世纪那边 就是他们是殖民 就是英国嘛 大英帝国 好,在全世界各个殖民地 然后他们就去 对,就把人家抢过来这样子 好,然后呢 as这边的话 就是在同时的意思 好,这些副词子具的连接词 我怎么没有写完 好,不管了 好,知道就好 好,这边是连接词 那连接词后面一般放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词了 所以你的主词就是这个 Cultures Institutions 好,Institution的话是机构 对不对 然后Culture是文化的 文化的机构 大家可以想得出来 就是什么呢 好,就是博物馆啊 美术馆啊 这种的 好,Throughout Britain 那Throughout的话是遍及的意思 在全部 在各个地方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接系词 遍语 好,那这边的话 动词就是come 好,这边的话呢 因为Institution是复述 所以你这边的话是 不用加S的 好,这边你的动词的话 come under pressure 就是他们承受很大的压力 什么样的压力呢 to repatriate 好,归还 归还什么东西呢 artifacts 好,artifacts的话 指的就是这种 手工艺术品 好,那这些手工艺术品是怎么样子的手工艺术品呢 这上面跟前面一样 好,这也是过去分词片语 好,那这里修饰的 就是这个artifacts 好,这个artifacts 从什么时候呢 这个等于是 which were acquired 好,during the colonial era 好,从这个他们殖民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去掠夺来的 所以呢,其实 大英博物馆 不要说大英啦 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好,有着从 就是,对 殖民地呀 或什么时候 从别人那边掠夺过来的 然后现在大家就纷纷的说 诶,请还给我们这样子 然后世界上的一些 博物馆、美术馆 也有在做归还的动作 但是呢 我觉得好像还是少数 可是呢 这就卡在一个点 你想想看 你去大英博物馆 可以看到很多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收藏 很棒,对不对 大家归还之后呢 你就要到那个地方才能看到 可是呢 这是人家本塞 就是人家的东西 你把人家抢走了 可是这种东西就是很难再讲 讲到战争啊 或什么殖民地 这我就不知道 但战争的时候 掠夺过来的东西 是要一归还的 这种呢 就还我们不知道 好,那我们再看一次这个句子 这是美严社的新闻 好,那第一个 collection collection 好,这可以记一下收藏品 第二个 root root 是动词细节 暴乱的时候 去打人家窗户啊 精品店 名牌店 把窗户打破啊 然后把东西抢走 这个也叫root 好,然后名词的话 就是掠夺品 战利品 都是root 这个字 好,century century 这个字名词就是一百年的意思 十年还记得吗 叫做decade 好,Nigeria Nigeria就是奈及利亚 好,在非洲 cultural institution cultural institution 就是文化 文化机构的中文 好,throughout throughout 就是机器词 在各个地方 自始至终 好,所以它有 可以当地点的 也可以装时间的 这种的 好,under pressure 这个Queen的那首歌 知道吗 登登登登登登 好,这是 不要打扰大家的耳朵 under pressure 倍感压力 好,precious名词 这是介系词 所以就变一个介系词 片语站 好,repatriate repatriate 就是动词 遣返 把什么什么东西送饭 好,artifacts 好,或者artifact 拼法 这个忘记写了 好,这是UK的拼法 有时候其实它就对 就是一个是英式的 一个是美式的拼法 这样子 好,它就是表示 有历史价值的 这种手工艺术品 好,acquire acquire动词 获得 为这个日常出现 可以记一下 好,colonial era colonial era 就是殖民 时期的年代 这样子 好,colonial 这个动词呢 这个名词 重在前面 colonial colonial 是殖民地 它这个形容是colonial colonial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 好,这个是有关于 什么的新闻呢 有点奇迹比较大 more than 800 competitors will be charging through the Florida Everglades for the next eight days in search of invasive Bermese Bermese Pythons that will bring in thousands of dollars in price money 好,这个主词是这边 超过800位的竞争者 好,competitor 竞争者 这边的主词 东词是 will be charging through 这样子 how will be charging charging 就是费力的 很耗尽力气的 好,跋涉 这样子 好,穿越什么地方呢 这里是有个叫做 佛罗里达 大沼泽 这个地方 大沼泽地 好,要干嘛呢 在未来的八天里面 要干嘛呢 in search of 他们是要搜寻 什么东西呢 invasive Bermese Pythons 好,invasive invasive的话就是侵入性的 好,这个侵入性 只是外来的 外来的 这样的意思 那你会侵略到你当地的这种 可能你的生态啊 或什么叫invasive 之前 之前在讲猫 猫 家猫被当成是invasive species的时候 有讲到 好,Bermese的话就是缅甸的 Pythons就是 蟒蛟 巨蟒 好,他们要收集 要去找寻 不是收集 要去找寻这些巨蟒 好,什么样子的巨蟒呢 这些巨蟒 that指的就是这个Python 行动词指去修是这个Bermese Python 好,这个that指的就是这个Python 这个巨蟒将会呢 带进数千美元 好,作为奖励 奖金的钱 哦,这什么意思呢 好,这个给大家看一下Monster 等一下讲的 好,这边Pyther Hunt 那天跟学生在聊天的时候 学生演奏二虎 二虎大家下次去看一下 你可以在网络看一下 二虎的那个皮 是蟒蛇做的 他没有跟我讲 从来没有发现 然后看一下那个影片 哦,真的是蟒蛇 好,然后就被他等了 好,因为没有人家演奏的 然后就是一个 嗯,好恐怖 这样子 好,再来呢 The Python Hunt officially began Friday morning and runs through 5pm on August 15th According to officials 对不起 who gather in Miami to kick off the annual effect 好,这个主词就是这个 烈嘛 好,那 officially这边是副词 就是动词 正式开始 在什么时候呢 这个案一样省力 都要在礼拜五的早上 on Friday morning and run through 好,这个and 连接了 好,因为他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用过去式 通常and两边的时代 是一样的 通常 但是有时候 尤其新闻 你会看到他是不一样 前面是过去式 后面是 现在简单是表示 就是说 他这个活动会持续 好,持续怎么样呢 一直到8月5号的5点 好,为什么要限时间呢 因为有奖金 拿抓最多的人 有大奖 这样子 好,Crooting to 就是根据 根据什么呢 official 官员 好,是什么样的官员 不是说我的官员 这些限定的形容字 自己在后面 who 这就是官员 gathered in my army 这些官员呢 聚集在my army 干嘛呢 to kick off 本来是在足球上 什么个 好像是开球吧 这边指的就是 开始 开始这个annual event 年度的活动 好,所以他们 每年这个时候 就开始 打来抓蚂蛇了 this is significant because every python removed is one less invasive species playing on our native birds memors and reptiles sat Florida first lady Casey DeSantis 念出她的名字 请原谅 继续来自查了 好,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大的 好,事情 significant 好,限注的重大的 因为 后面是一个 复词指句 because是你的连接词 every python removed 每一只被移除的 巨盲 好,这个python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做 which is removed 好,which significa is 因为它是被移除的嘛 which significa is 省略掉 剩下removed 这个字 好,它就变成一个 像形容词 就一个过去分词 来修饰python 这样子 好,那这是你的主词 每一只被移除的 这个 monster 就是one 好,怎么样呢 就是一个 last invasive species 好,它就会是一个 就会少了一只 对不起 就会少了一只 这样子 这种 好,侵略性的物种 好,它这个物种呢 这边又变成一个 现在分词 修饰的这个物种 这个species 这个字单复数同行 所以你这边的one 好,这边的话 会是用species 没有错的 它没有打错 好,这个你可以想做 是which praise 好,whish能力掉 pray把它改成 mg 变成是现在分词 因为这个物种 这个蟒子 它是自动去 有没有 去吃 去抓这些 好,当地的鸟啊 memos 当地的不入动物 还有爬虫类 好,佛罗里达州的 第一夫人 第一夫人 第一夫人不是那个吗 那个 美国中的第一夫人吗 在美式英文的话 好像就是 这个first lady 可以指的是总统夫人 好,也可以指的是州 州长夫人 好,州夫人这样子 好,中文讲的很奇怪 好,这边的话 你就会看一下 它蛇很可怕耶 它一直可以随便就下 100颗蛋一年 所以呢,这些就会侵略到 当地的那个物种 好,所以呢 他们就是 奖金可以到2500美元 所以大家就是都要去 对,都要去抓蟒蛇 这样子 好,很快的偷偷 没有偷偷 光明正大看了一下 好,这个本来要讲 实在没有时间 你知道吗 在美国 好,这是内华达州 其实以前看那个CSI 那很多啊 他们那个CSI 就是你知道 它的背景是在Las Vegas 好,Las Vegas 就是在内华达州 然后呢 你知道那种黑帮嘛 因为赌场就有黑帮 对不对 黑帮的话呢 假如他们要杀人之后 怎么样灭尸呢 就沉到这种水底去 获得一堆什么 变态杀人 狂这种的 他们也是就尸体丢下去 结果这个水 湖水呢 就是因为你知道 就是一直干旱 一直往下往下 这个水 Water Levels 一直往下 对不对 然后就第四局 尸体找到了 太可怕了 因为电视演的都是真的 好 知道了 还有一个本来 也是想看的 When I see kids vaping I won't end That's what killed my daughter 这个妈妈就 很心疼 她的女儿就是 就 抽了很多 就是 vaping的话 其实走在路上 也有看到 很多青少年 好 或者是比较年轻的成年人 都在 抽电子烟 好 电子烟的话 它就有各式各样的口味 什么椰子 樱桃 还有什么口香糖 就是 对 小朋友就是 也不是小朋友 就是对了 他们就觉得 很好玩 对 但其实对身体 造成很大的伤害 她女儿后来就是 有一天突然 怕 倒下去了 好像就是肺部 有一些问题 然后送医院就来不及了 这样子 好 回来 我们来看 把这边看完 然后呢 看一下单子 更多的 800 competitors 会被 trudging 通过 Florida Everglades 在接下来 8天 在追求 invasive Burmese Pythons that will bring in thousands 的 钱 在 钱 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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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美颜色的新闻 第一个 competitor 名词 竞争者 这是人 它的名词的话 是competition competition 就是竞争 就是比赛 我们把它讲 竞争 比赛 好 那什么叫做 competitive 就是讲一个人 好 很好胜的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叫它 做competitive 好 这不是解析 这不是competitive 好 touch through something 费力的完成 touch是跋涉 这样子 invasive invasive 侵入的 这不是侵入身体 这是外来的 对当地有危害的生物 好 Bermese Bermese 是缅甸的 Berma 是缅甸 好 大家知道的国家吗 其实 很年轻的时候 出国的时候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跟人家聊起来了 然后就聊到 他说他是来自 Berma Berma是哪里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后来知道了 缅甸 好 第1个 Python Python 拒忙 6 hunt hunt 它可以当动词名词 狩猎 gather gather 动词句子 这个字 你要记得 kick off kick off 片 s 一个 one species two species 这样子 Pray Pray是动词猎食 名字就是猎物 好 就是你知道 那个 螳螂捕蚕 黄雀在后的中文 好 这个一只捕捉一只 这个 这个就是Pray Native Native 形容词土生土长的 或者是当地的 Memo 名词捕捕动物 好 Reptile Reptile 八丛类动物 最后一个First Lady 第一夫人 好 总统或州长的妻子 好 刚刚那个 那个铃声是在跟杰姬讲说 要上课了 杰姬早上四点就起来 所以才有时间 在那边做新闻 好 要准备上课去了 好 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新闻 喜欢的话 忘记记下一个赞 接下来 脸书 跟网友 跟网友 欢迎订阅 追踪分享 下次见 拜拜